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百科太太 虽然水果营养非常丰富 但是如果使用方法错误的话 对健康会带来危害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吧 1. 吃水果前不仔细清洗干净 大多数的水果如苹果、草莓、葡萄、梨和桃子等 都被喷洒大量的农药 如果大家在使用这些水果前 没有先将它们清洗干净的话 会导致大家把农药吃进肚子内 一些研究表明 使用一些农药和杀虫剂 与某些类型的癌症有关 因此建议大家在使用水果前 一定要将它们先清洗干净 大家可以准备一盆温水 在里面放两勺小苏打粉 调制成小苏打水溶液 接着将水果放在里面浸泡几分钟 然后用清水洗去即可 这样就能将水果上的农药彻底清除 2.腐烂水果 很多时候如果水果只有一部分发霉 大多数人倾向于去除发霉的部分 然后吃剩下的看起来正常 且不受影响的水果部位 当水果某部位发霉时 即使它的另一部分看起来正常 这种水果使用起来并不安全 腐烂的水果通常是由微生物入侵引起的 其中最常见的是霉菌毒素 霉菌毒素是由某些霉菌产生的有毒物质 主要存在于葡萄 也会引起过敏反应 以及呼吸系统问题 因此如果一旦水果的某些部分腐烂发霉 最好将整个水果丢弃 3.羊桃不适合所有人吃 羊桃虽然水分多 口感好 而且营养非常丰富 但是并不适合所有人食用 对于肾病的患者来说 羊桃可能是一种毒药 由于这种毒性影响人群较窄 并未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 羊桃中含有的神经毒素 会影响到肾小球肌底层 已经明确有肾病的患者使用羊桃后 有可能会导致肾病加重 另外部分已经缓解和病情受到控制的肾病患者 使用羊桃也可能导致病情复发 很多医生的病例中 也曾出现因使用羊桃 而导致肾脏疾病加重的情况 因此患有肾病和肾不好的人 千万不能吃羊桃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记得按赞还有订阅我哦 也记得按下小铃铛 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视频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